哈喽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老赵,可爱又迷人的老赵 今天我和一个南京的粉丝老师,他说他想去乌克兰工作 居然能从乌克兰赚大钱 我说,你大可不必啊,你从乌克兰工作是真的赚不了钱 你不要被那些比有目的的人忽悠过去了 人家就是庞氏骗局,就把你们当住宰呢 乌克兰那个地方,你要这儿把你工作一个月也就500美金而已 很少啦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乌克兰具体收入吧 我们点开这个谷歌邮箱 然后这个,这个应该是叫俄拉波的乌克兰印呢 就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就是找工作的一个网站 你看大家,等一下,怎么点来着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是2023年6月21号 今天是22号 昨天的招工是什么 这个16000,一般情况下能把这个工资写上的,它就是已经是属于高工资了 来诱惑别人 对吧 一般情况下这种不写工资的就是200美金 就是1200块人民币 1300人民币 就这么点 然后你看,这个16000格里弗纳,格里弗纳的话,除以5 也就是说3200块钱 这个的话是5000块钱 哎呦,这这么高 这个是3200块钱 大部分其他都这样 这个是3000块钱 我们来点一下最高的这个,是什么活啊 其实整个翻译下吧,给大家看一下翻译是什么 嗯,这已经翻译了,这是乌克兰品牌经理 这翻译的啥呀这是 始终翻译额有画面 不对啊 这不是乌克兰语的吗 慈善经营会的团队要求通讯和媒体管理机人,管理人员 在Instagram,Facebook,等等等等等等,维护两个商店 就网络运营啊,看来是一个 乌克兰语和英语的高写的水平和交流水平 搞网络的确实哪地方都有钱 哈尔科夫 OK,我们把这个推出去来看一下这个 16000,也就是3200人民币的活是什么活 然后也,始终翻译吧 设计师营销人员,地铁附近 嗯,广告设计师啊一个 嗯,然后我们就不看其他了 再退出去看看这个前几天了吧 我是不是错过了一些什么好东西 看看这个吧 这个是 这两个居然没标工资 哦,有一个12000的 也就是2400块人民币 2400块钱都要标出来 哈哈哈哈 设计师营销师 嗯,设计 也是一个网络的呀 搞网络设计的 2400,大家你觉得 大家觉得在中国搞网络设计是多少钱呢 我们点一个其他的吧 营销分析师 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白领工作了 白领工作才2000块钱 更和我其他那种普通的工作 嗯,点一下这个 品牌经理 唉 这哈尔科夫地区的 因为我的标注地是哈尔科夫嘛 所以说就推送哈尔科夫的 嗯,整个固坏平均收入 大概就是1万格里夫纳 大概相当于2000人民币了 嗯,哈尔科夫相对于基辅的话 嗯,工资可能会低个1000格里夫纳 就200块钱吧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大家不要被忽悠了呀 对吧 嗯 创业大会 然后 唉,还有吗 嗯 嗯,就这一个 大家不要被忽悠了 那些人把你们忽悠 乌克兰就是当初在了 不要觉得那个乌克兰市到处都有便宜站 你站不着便宜的 就像当地 还留在当地的那些华人吧 他们每一个人 过得很惨 而且怎么说呢 但凡有一个人被忽悠到乌克兰 肯定狠狠地宰你的 比如说之前办证件吧 办那个白卡 白卡的话 500块钱人民币就行 然后你稍微贵一点的话 200,200美金吧 顶了天了已经是 结果他妈的现在能要的 3000美金给你 呵呵 翻开翻 这老不是东西 哦,这个有一个 28,000的 28,000相当于人民币多少 5,600 看看这个 已经算是我建了最高兴的一个职业 化妆品公司 哦 化妆品 5,600块钱人民币 现在人民币和格里夫纳是1.5嘛 大家就这样算 哎呀我的天 这去 哦,这是在利沃夫的工作 我不是在哈尔克风吗 怎么给我推送利沃夫呢 这12,000的 12,000的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12,000就2400块钱人民币 物价什么的 物价确实和国内差不多 牛肉便宜 牛奶也便宜 牛奶的话 也 你要是在中国超市买一升的话 11块钱人民币 要是从乌克兰买的话 一升牛奶也就 3到4块钱人民币 牛奶很便宜 牛肉也很便宜 牛肉的话大概是中国价格的一半 其他的都很贵 比如说我之前买了一个小破包吧 那个小破包的话 他就国内有30块钱小破包 质量也不好 他能够要500克里夫呢 100人民币 涨了三倍 然后倍一倍又坏了 嗯,二等法 哦,对了 大家有没有最近看那个什么呀 叫那个 苍蓝爵 哇,苍蓝爵好有意思 这个苍蓝爵超级好玩的 我老喜欢看那个了 low剧 确实很low 确实很low 但是就喜欢看 这个电视剧很蠢 很傻 很low 但是就是喜欢看 哎呀,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补苍蓝爵 好开心啊 还有 嗯,不行 好好好 现在已经凑过8分钟了 凑过8分钟了 大家要是愿意和我一起看苍蓝爵的话 大家要一起看看苍蓝爵吧 是吧 哎呦 哎呦 好,就这样吧 好 好 好